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什麼事? 是這樣的,這場戲原本的Wion突然病了 拍不到,臨時臨居找不到另一個Wion 你猜這場戲有沒有機會轉過另一個景? 好,那Wion當然拍不到,對吧? 那你猜今晚之前改好可以嗎? 當然可以,沒問題 Kin Ken,你們有問題嗎? Kin Ken 就是這樣的 男主角拍廣告時不小心咬柴 接下來這幾個場合他就拍不到 可不可以先拍一些沒有男主角的場合? 就是有多少場合要早交? 最遲什麼時候拍? 很少而已,大概五六個場合 我放在這裡,全錄好 不知明天之前能否交稿呢? 你願我明天中午嗎? 是否還有什麼問題? 是這樣的 因為平時我們叫你早交稿或改劇本 你一定會黑了口臉 然後罵得我們整臉屁 今天竟然口聲好氣又有笑容 絕對不是我們平時能夠享受的待遇 真的這麼大差別嗎? 不要… 我們先找導演吧 導演 我也覺得師父你今天特別友善 平時我遲了半天還沒交稿 你已經不斷罵我了 這次我遲了三天,你也沒有罵我 聽你這麼說,真是… 我不罵你是我不對的 不是…我現在馬上趕過去 善姐,我也覺得你今天和平時很不同 阿龍,平時我請教你怎麼演戲 你一定叫我先問導演 但你今天竟然沒有嫌我麻煩 還笑嘗嘗地和我聊了半小時 我想是因為今天天氣好 原本我以為他們時運高 原來是因為今天天氣好 善姐,是不是有什麼好事發生了 說出來大家開心吧? 沒什麼特別事發生過 不要自私,說來聽 這麼好聊,聊什麼? 過來…我有重要消息要公佈 好,讀者問責最美麗女作家長的特主 就是… 誰來的? 上善老師 讀者問責是全亞洲 最多讀者的文學雜誌 師父,你很厲害 是嗎? 當然厲害 這個獎是讀者問責的讀者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恭喜善姐 恭喜 潮先生,你真是詛食最幸福的男人 有這麼英俊,有這麼厲害的女朋友 年輕仔,你說什麼? 我從來都沒有在意她的外表 因為阿善的床懷疑得很殘死人 我還哪有空留意她的樣子 當然是,因為她真的很殘 對了,一個一個買口 我乖無非都是想…這樣而已 好… 謝謝師父… 謝謝師父… 阿善 我幫你拿了你訂的貨回來 還買了午餐給你,快點出來吃 謝謝,我送你來給你 你沒那麼忙,又沒時間收拾房子 我幫你搞定 你還幫我拿網購的東西嗎? 是… 這個S真的很好用 買多少錢都好 都可以在自取點裡拿貨 對,她天天還有新貨上架 買了什麼給我吃呢? 是這個豆豉蒸排骨和紅燒豆腐 適合吃 簡直很棒 美女給你吃飯吃得這麼順順 你看看,你吃得一顆豆豉 都放在額頭上 來…不要喝… 你的粒不是豆豉嗎? 我的粒不是豆豉嗎? 是麥,你額頭生了粒麥 我額頭生了粒麥? 你什麼時候生了粒麥? 對,我什麼時候生了粒麥? 什麼時候?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 對,我額頭什麼時候生了粒麥? 我這把額頭想著飛稿 我沒有照鏡子 你現在覺得有什麼感覺? 癢不癢?疼不疼? 又沒什麼感覺了 不,沒什麼感覺也好 快點約皮膚的醫生 幫你脫掉粒麥更安全 你最近這麼忙要飛稿 沒空,要等 沒空要等,還是要看醫生的 好,答應你飛完稿去看看 是嗎? 善姐,導演趕著要拍了 不知道這份告得到沒有? 當然 拿一篇吧 謝謝善姐 謝謝 搞定 幹嘛這樣看著我? 你的額頭粒麥越來越大粒 是嗎?不合約,差不多而已 不是,我真的有點擔心 怎麼會無端端生粒麥 在額頭那裡才可以? 難道他皮膚病變? 怎麼這麼容易?只是普通麥 不要,你聽我說 快點找個醫生幫你脫掉它 安全一點 不用看醫生 況且看醫生要等,不看 不用怕 我認識一個皮膚科醫生 去到他不敢叫我等 來,阿善 我載你過去 只是阻礙你幾個小時的時間 好吧… 我女朋友的粒麥 不是怕皮膚癌吧? 放心吧,普通麥一粒而已 沒什麼問題的 那不是什麼病變? 其實你不用管他也可以 很多人一輩子不脫都沒什麼問題 那不脫的粒麥就一輩子都在 對了,不過我知道 有些人的粒麥是會自己脫掉的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當然可以脫掉 那馬上脫掉它 等等 對不起,醫生幫忙很膚 要等到下個月才行 下個月?要等這麼久? 其實以這位小姐現在的情況 除非粒麥變大又或者顏色有什麼變化 不然的話也真的沒什麼問題 謝謝你,醫生 謝謝 謝謝 走吧 對了,我先去洗手間 好的 Daniel 一會兒你可否再見一次我女朋友 跟她說粒麥的情況 你說得有多嚴重,得這麼嚴重 為什麼要這樣做? 當然了,你剛才說到她粒麥這麼小事 我真的擔心她寧願把粒麥在額頭上 一輩子不脫下來,這樣就… 原來你是嫌她粒麥嗎? 那…真的在督眼督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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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反過來戴,出口一樣比太陽曬 不,我覺得太陽曬了 最重要是粒麥長期可以跟你說你好 那我寧願你不要戴 好,再見 再見 真是粒麥粒 非常多汁 這兩塊一起混合,什麼味道呢? 回來吃飯了嗎? 吃飯了… 姐姐,吃豬肉乾吧 吃飯了 還吃豬肉乾,不要吃了 吃飯了,快點… 吃飯了 吃飯了 吃飯… 吃飯… 大妹,你的粒麥好像越來越明顯 是嗎?不夠了 你聰明就起來跳唱,氣呀… 不然我現在就把你揭穿了 你也揭穿了,是不是? 是,其實… 其實就是突然間一揭穿了 對身體面前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醫生就跟你說了沒有危險 現在沒有不代表以後都沒有 你知道,隨時身體的東西 說病變就會有病變了 潮先生說得對,就像粉樓那樣 有些人一輩子都不會病變 有些人一病變就是癌症 有些人嘛,那就是不用這麼誇張了 聽你的語氣好像不想揭穿了粒麥 是呀,我這塊做的鏡頭 我發現它越來越順眼 你這麼說 你不打算脫掉粒麥的人物? 我胡說,你不覺得我這種粒麥 生得不偏不宜,正正中中 有型格,有性格,還開始有點光澤 我告訴你,我現在真的不捨得脫 當然… 唐景爛了? 就算了 我馬上回來… 各位,我先回哪一場 好…知道了… 再見… 再見… 再見,潮先生,再見 大妹妹 你剛才好像跟潮偉鬥氣 有這麼明顯嗎? 我想除了潮偉之外 其他人也看到了 對…姐姐 潮先生這次睡了什麼? 之前他說喜歡我的內行 我的才華 不會注重我的外表 但我發覺事實不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想你脫脈 你知道他帶我去看皮膚科醫生嗎? 他竟然背著我 跟皮膚科醫生說 我生了癢癢,多麼癢癢 多麼癢癢 那豈不是很癢癢嗎? 怎麼… 越想我脫,我就越不脫 大妹妹,你流出癢癢 來幹什麼? 難道…難道你流出癢癢 來陪你過世嗎? 不知道,有可能 總之,我無論如何等到他下座 才算熟 各位,早安 早安 早安,師父 善姐,你的脈這麼噁心 怎麼不弄走他 這顆脈真的很不配 上善老師你這麼高貴大方的形象 真的這麼噁心嗎? 但是說說師父,你脫脈會比較漂亮 難怪他們不斷踩我的脈 原來又是你搞鬼 打算用輿論壓力逼我就犯 我偏偏不相信你醫 其實我不介意噁心 再噁心一點,更好 做事 對不起,潮先生 我們勸不勸上善老師 一群人都做不到事 幸好我還有一張王牌 上善老師 我認識一個朋友做美容 可以不留巴衡,脫了粒紋 我介紹給你 你再噁心一點,衝進來就說 你這條潮位,其他人去不了我 我就出動美男計 用沖頭來碎我 沖頭,其實你也知道 我是推銷內涵的,我不是推銷外表 你不怕潮先生不喜歡嗎? 不怕,他跟我說的 他不介意我外表 他不怕我 那媽眼姐敢寫出律師信 告我,說我抄襲她的粒紋 還要我馬上脫掉她 那你打算怎麼做 我管她嗎? 媽眼姐的粒紋沒有專利 她那麼喜歡告告 你觀禁我的粒紋 不然香港根本沒有肖像權 我真的想知道她過了我什麼 我告訴你 我現在越看我那顆蜜就越有感情 我絕對不會脫掉她的 你幹什麼? 跟一顆抹茶精華 我要養得她又飽滿,又大顆,又黑 像黑珍珠一樣 不要 快高長大 不要… 快高長大 不要… 你來吧,趙生在嗎? 我打電話又不通,暗樣又沒人聽 我有劇本的事要找她 趙生出去了,不在 不如你老實告訴我,她去了哪裡 我也不知道 不過她最近很神秘 一到這個時間就不見了人 頭皮,什麼事? 韋善姐,我們找不到趙生 想拿道具倉的後備鑰匙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 我知道,稍後拿給你,再見 美容護理基礎證書? 這陣子,這陣子不見了人就是跑去上堂? 怪不得這陣子沒有再碎外脫墨了 原來打算自己學,跟著幫我脫 你喝完,有很多筆記 好吧,看你這麼有嚇自己就去學 如果你學成的話,那我就讓你脫了 好 遲點我們新戲的醫院景 我打算借這間醫學美容醫院來拍 他們還沒正式開業 不過院長和我熟 他說願意借給我們拍完 然後他們才正式做生意 有沒有這麼巧合? 你好 Martin 你好… 讓我向你介紹 這位是我們部電影的總編審 洪尚善小姐 院長,你好 洪小姐,你好 我姓麥,可以叫我Martin 隨便坐吧 好 Martin從事醫學美容很多年 什麼醫學美容療程都難過不了 他最擅長是做極光 專門幫人脫脈,去紋身 一經過他手術手術 沒病人流過療療程 現在外面當然有很多人排隊 找他做醫學美容 果然我沒猜錯 看來朝偉趁著這次出埠看警 帶我來美容醫院 再借點熱脫脈 不如我們喝杯夜夜聊合作的細節吧 好 我先去洗手間 請 院長 阿翔,你們的洗手間真是租租得很精緻 好,將來拍攝可以拍攝的 好 好,預祝我們合作愉快 乾杯 阿翔,你喝醉嗎? 爹,喝了一口酒醉? 你放了什麼東西? 阿翔,你真的很聰明 院長在香檳裡放了安眠藥 為什麼? 要不然這樣 怎能幫你脫脈? 我只是為你好而已 你的脈實在太過肉酸了 每一次看到都真的很翻胃 他暈倒了,可以推進手術室 如果真的這樣 等我暈倒之後 就有朝偉幫我脫脈了 以後我就可以說他脫了我最喜歡的脈 而且永遠要他欺負我 師兄… 乾杯… 朝偉,其實你不想進來 阿翔的額頭發現生出脈,我想多了解 其實我最近也上了一些 關於皮膚和美容的課程 原來我發覺自己也有興趣 所以想趁這個機會跟你學習一下 那現在你有什麼想知道的 隨時問我吧 手術要做多久? 我擔心做了一下 如果他醒了就會嚇倒他 放心吧,這個手術需要時間 只不過是一至兩小時 況且剛才我給他那個特效安眠藥 起碼要三至四個小時才會醒 不是,我醒了 不過大愛用不了 你的藥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的,我再開始跟脈 做這個加固和增大的手術 好 什麼? 我看你說想給他驚喜給你女朋友 他知道你會愛他,他一定會很感動 我不想阿善傷心,他喜歡脈,喜歡到 糟了,你怎麼了? 怎麼會像脈… 不是吧,我真的會自己脈 黏住他…應該會黏住他… 老貝,我求求你,你不要脈… 我一定會黏住你 他喜歡脈,喜歡到 就算掉了也要用膠水黏住他 如果真的整顆脈掉了 我想他一定會很不開心 你放心,這個手術 是用了非洲黑毛老鼠的棍細胞做元素的 再加上骨膠原汗照在皮膚上膏 痘膜只會越來越大 如果不是做手術的話 痘膜永遠都不會掉了 其實我真的不喜歡痘膜 我跟你鬥氣才不脫痘膜 你幹嘛要跟我選加固和增大手術? 你選了痘膜的色號沒有? 我選… 我選一百 深黑色,最深的 現在我們做企業,可以免費替你加大 這麼便宜? 這樣做大一點就划算了 神經病,你別瘋了 你快答應他 我現在準備開激光射進他的皮下 可能一會兒會有些血腥 你必須要出門的皮下嗎? 我們留下來陪伴阿倩 就算有幾個血腥,我也不會害怕 開始 等等… 阿倩… 阿倩… 我…不要假的 你說什麼?阿倩 阿倩,怎麼從來沒發生過這樣? 原來你是之前聽到我跟醫生說的話 所以才假裝喜歡痘膜 誰叫你嫌棄我痘膜?還說我醜臉 我豈不是跟你鬥氣死也不斷? 我沒有嫌棄 而是我覺得你一直都這麼美女 臉又滑滑滑 想你保持好樣子才這樣跟醫生說 你真是不介意我生了痘膜? 我介意的,就不會叫醫生跟你加固 再回事,如果我生了痘膜 你又會否介意,會不會讓我脫掉? 當然是不介意,我不是看外表 不介意的,你又脫了痘膜? 我怕吞你眼睛,現在脫了不好嗎? 所以你之前就以為我送中來脫了痘膜 明知道那杯香檳放了藥,你也照喝 明明就是想捉我和腳 說我脫了你最喜歡的痘膜 我也不知道你什麼痘膜 時間到了,要回酒店了 趕著坐飛機,走吧 走吧 阿善,出來吃早餐 出來了,買了早餐給你,快點吃 謝謝 阿善,你的鼻子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痘膜 如果是紅色的話,就像個小丑一樣 什麼小丑?你說我像聖誕鹿 會不會比較可愛? 還在開玩笑,坐下吧 你不想把痘膜什麼時候飄出來的? 今天早上起床照鏡我一盡 我一看,原來已經飄出來了 那你的痘膜痛不痛,癢不癢? 不癢,不痛,沒什麼感覺 就像你之前生的痘膜一樣 我哪有你的痘膜這麼大? 那你真的介意我這痘膜? 不介意 不介意就行了,快點吃早餐 約了導演九點鐘,回片場開會 他的痘膜真的長得很硬 把他的英俊指數拉低了五十% 但我剛剛才說不介意他生了痘膜 我怎麼才可以開口叫他脫掉 但又不自打嘴巴呢? 幹嘛變了嘴巴不出聲? 一定有事在想 沒有,我擔心你而已 突然出了這麼大痘膜 會不會是皮膚病變的? 說不定可能是皮膚癌 不然不如儘快脫掉它 說到底你還是介意我這痘膜? 不是,我知道你介意,所以介意而已 你也貪美,是不是? 你之前生的痘膜時 我也是這樣想的 你現在明白我的感受 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